关东煮,本名玉田,是日本的大种料理 关东煮,其实是关西人给这种料理的名称 材料通常包括煮鸡蛋,萝卜,蒟若,竹轮,海带结,魔鱼丝,等等 今天,我和家人们就去了这一家以关东煮为特色的日料店,叫大河屋 它在古北国际财富中心的地下一层,不算难找 从高岛屋走过去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店面不大,进门左手边就能看到一个料理台 除了切鱼生的师傅,最显眼的还是来自日本奈良的老板 他会一直在一口大锅前煮着关东煮 而这些关东煮也源源不断地被送到食客们的桌上 如果要有推荐的Top3,这道98块的关东煮拼盘 我建议一定要点 清澈而有甘甜的汤底,软烂却不适形状的萝卜 厚切,但鲜嫩的牛舌 在这初秋的丝丝寒意中,一口汤,一口菜 忘记街角的便利店吧 这才是真正的关东煮,能给你的温暖 关东煮里的鸡蛋是狼黄蛋,鸡蛋卷里也是 它的味道,按我爱吃鸡蛋卷的妹妹说 在上海的日料店里都能数一数二 好吃的出汁鸡蛋卷的灵魂也是高烫 我家恰当的火候,才能做到入口鲜嫩 如果你爱吃鱼生,那么这道鱿鱼包海胆,恐怕也得一试 因为鱿鱼是切成丝的,所以需要直接把芥末放在用贝壳勺子作为容器的料理上 蘸上一点酱油,放入口中 鲜,嫩,这两个字,你想合起来,拆开来,都行 还有许多不错的小菜可以点 灌入柚子蜜和百香果的风干番茄 爱吃酸甜的人,不能错过这道冻饰 烤银杏的果子,据说来自于百年银杏术 清甜,确实一点都不苦 哪位浓厚的熔岩土豆明太子 小小一碗却又精致的海鲜饭 如果不考虑它最特色的关东煮 这里其实也是一家完全不会采雷的日式举酒屋 然而我们还是太爱吃管东煮了 居然后来又加了四次蛋 如果你也会加蛋 那么海太牙,年糕,豆皮包,不要错过 对了,最好不要忘记先定位 不然就会像我们一样 是去了高岛屋逛了街才终于等到位的 我是红豆,今天就到这儿 下次再见